一開始的時候是因為暑假的時候 在Teach for Taiwan培訓的時候 知道有軍醫這樣線上的學習資源 然後我覺得這樣的資源其實是 線上的資源其實是可以讓學生可以自主學習的 有幾次的經驗是我真的不知道怎麼飛課 所以我會去看軍醫的影片 去看看說就是如果這樣一個單元 我怎麼切入用什麼什麼地方開始教 學生是比較能夠接受 所以那個可能是一個參考的來源 它不但是只是一本教科書 它是一種輔佐的系統 影片的過程中老師會透過一步一步 就是慢慢的譬如說講到這個概念的時候 他會再寫版書 然後他旁邊也可能會有圖會去輔佐 那學生可以就是去找到他想要的 他想要學習的那個部分 他去看那個那部分的影片 我帶來這個班的學生 有幾個是在這一年裡面的數學 是真的是從原本很沒有自信 到學期末到一整年結束的尾巴的時候 那幾個學生是課後照顧就是會不下課 然後一直很想要把那樣子的很具有挑戰的題目 會想要把它算完 而且想要算對 軍醫的線上平台會讓現在可能迷惘不知道怎麼去切入教學 或甚至不知道也有點迷惘不知道自己哪裡不會的學生 有機會可以找到就是一個新的可能性的方法